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老蔡,今天要分享的是3711的日月光头控,影片制作日期为2022年11月22日。 今日收盘股价为94.8,成交量为7968张,处于量缩整理阶段。 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一家半导体封装与测试制造服务公司,提供半导体客户包括晶片前段测试及晶圆针测制后段制封装、材料及成品测试的一元化服务。 全球总部位于高雄市男子科技产业园区,并于桃园设立分公司,营运据点涵盖中国大陆、南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美国及欧洲多个主要城市,为目前全球最大封装与测试大厂。 日月光投资控股是由日月光与细品以股份转换方式而设立的投资控股公司。 日月光每一股焕发日月光投控普通股零点五股,由日月光让与全部已发行股份与日月光投控。 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上市,挂牌类别为半导体业,同日日月光与细品之股票终止上市,且成为其100%持股子公司,各自独立营运。 日月光与细品合并后,2020年度产品营收分别为,封测业务占约57%,电子代工服务占约43%,其他业务占约0.5%。 面板业应用市场广泛,在各式人机界面上均有所需求,而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大数据的发展,未来在无人商店、自驾车、机器人亦均需使用面板, 故中国业者在看好未来发展潜力下,近年来积极大量扩建高世代面板生产线,以应应未来的市场需求。 而台湾及韩国则面临中国的竞争挑战,主要以提振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及新市场为助,以追求企业的获利及大化为发展目标。 而日月光投控透过三大策略,整合、扩大与创新勾勒出日月光投控如何面对未来挑战,并作为公司永续发展策略对交整合的重要基础。 日月光投控旗下日月光日前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新厂动土典礼,并宣布将在五年内投资3亿美元,扩大马来西亚生产厂房与采购先进设备,训练培养更多工程人才。 新厂房预计2025年完工,为当地创造2700个就业机会。 日月光补充,在5G、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以及车用电子需求推动下,半导体产业快速增长,专业风测代工成为全球电子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OSAT领导厂商,日月光马来西亚厂自1991年以来持续为许多半导体公司提供风测服务,为消费性电子、通讯、工业及汽车产业提供先进晶片。 日前法说公布第三季财报,受惠风测价格与驾动率双双维持高档,加上EMS需求优于预期,前三季大赚超过一股本。 从产品结构来看,日月光营运项目较为广泛,集中在风测与电子制造服务业为主,占其总营收比较约九成。 营运项目包含 1. 风测业,主要为IC服务,封装包含,封装及模组设计,IC封装,多晶片封装,微型及混合型模组,记忆体封装。 测试包含,前段测试,晶圆侦测,成品测试。 2. 而材料涵盖了基板设计与制造相关。 2. 电子制造服务业 所应业务主要为为国内外的品牌厂商提供通讯类、消费电子类、电脑类、存储类、工业类、汽车电子类及其他类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物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维修及其他售后服务等一系列专业服务。 2020年疫情后,疫情所带动的科技宅经济应用大爆发,对半导体产能的需求量飙升。 2025年预估全球半导体市场产值将会成长至6925亿美元,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下,也让消费者物价迅速攀升。 全球大闹金片荒,各国皆因经济前景风险增加,纷纷将半导体产能视为重要战略物资,再得制造成为破切目标。 全球经济仍在不断变种的病毒威胁下持续复苏,整体半导体供需事况依旧混沌不明,连带影响成长动能。 据2021年11月WSTS统计,半导体整体市场成长25.6%,据2022年1月PRISMARK统计,成长更可达27%. 全球半导体行业未来平均成长率依然高于全球GDP的成长率。 台湾IC产业产值调升变动因素,在于5G智慧手机渗透率加速。 高效能运算相关应用增加与车用产品需求有明显成长。 成长动能强劲,台湾IC封测业从云端到中端电子产品需求畅旺,加上5G高频通讯换机潮,对高阶系统及封装需求强劲的带动下,台湾封测业2021年产值为新台币6384亿元,较2020全年正成长16.3%。 从营运基本面来看,公司毛利率及营业利益率在2019年起,整体逐渐上升,在2022第二季起逐渐小幅下滑,主要是全球经济状况弱于预期。 随着新的Omicron变异病毒持续扩散,多国政府重新实施严格的人流管制,在能源价格上涨和攻击扰动的影响下,通胀有所上升,其上升幅度和波及范围均超出预期。 在美国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中国的房地产部门目前正在收缩,私人消费的恢复慢于预期,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影响了封测业的获利能力。 而2022年通胀居高不下,升息循环以及乌额战事影响下,更加重了全球投资人进一步的消费紧缩,而就最新日月光法书会中,也可得知受惠封测价格与驾动率双双维持高档,加上EMS需求优于预期,整体公司表现依然强劲。 再来,我们看看日月光控股的CP值现在高吗?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呢? 老蔡依照个人的经验,会从以下七个面向来分析看看,看看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浮现,最后会整理出张表,只要有大于70分,那么老蔡我就会认为这家公司具有高CP的投资效益,七大面向分别为 从目前最新营运情况来看,公司2022年第三季每股盈余为4.03,毛利率为20.13%,净利率为12.52%, 最新股价值利率为7.43% 该公司最新一季营收与毛利与去年同期相当,整体营收优于去年同期,受惠于第三季封测价格与驾动率双双维持高档,虽然今年半导体产业受到消费性疲软的因素,导致整体产业压力较大,但展望明年。 财务长董红斯表示,尽管现阶段变数仍多,但从客户需求预测来看,明年全年营收仍渴望持平今年,第一季则根据传统淡季与过往经验,营收估计减5至10%,可优于整体产业表现,并看好在景气下滑时,公司式战率会持续扩张,有助稳固公司在产业的领导地位。 董红斯认为,半导体产业的库存调节会延续至明年上半年,不过,车用,网通会优于其他应用,尤其车用领域成长相当快速。 以集团来看,今年车用营收年增估超过50%,封测事业营收会达100亿美元,DMS事业也达7亿美元。 接着看看美股营与表现与河流图的相关评价。 首先,从日月光的本益比河流图中,可以看出该公司获利相当良好,依然处于成长阶段,目前本益比位于历史下缘。 另外就股价净值比的方面来观察,目前坐落的区间已也已经接近河流图的下缘,仅略高于当时疫情发生2020年时的低点,说明近期股价有经过一定程度修正。 这边值得注意的是,财务长董洪斯看好,DMS原定车用营收在2024年达10亿美元,现在看起来2023年就有机会达到该目标,但后续针对美国对中国扩大晶片管制,日月光投控也持续观察相关影响。 从杜邦分析来看,公司ROE近几年快速成长,在2021年表现亮眼,高达26%,主要提升是透过净利率与资产周转率的提升。 疫情时代下,推升手机、PC等IC需求量仍持续增加,AI、车用等IC含量也提升,推升客户需求,税后净利率高达12%,而权益成数也维持在2.45左右。 但就考虑其获利周期性的影响,该类型公司受半导体景气循环较大,市场预计2023年全球市场将会陷入衰退,后续表现能有待留意观察。 从自由现金流量的角度来看,近一年企业现金流量报酬率随着营业现金流入的提升,自由现金流报酬率并无显著提升,主要因近期两年进行较大的资本支出,长年来看现金流量表现皆相当健康。 现阶段公司基本上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公司营运来支撑自己的战略发展,后续企业能否将自由现金流努力维持,还有待观察整体产业趋势以及半导体试矿恢复的情况。 就其目前2022年营收表及现有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2022年整体自由现金流是有跌落负值的可能。 另外就该公司的投产效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公司业务驱动的关键并不是在固定资产的投入以及研发支出,公司营收的变化与大环境产业需求以及半导体需求才是最主要相关。 随着近年半导体产业及相关应用快速发展,营收快速成长,但今年受到连准会打击通膨影响,半导体产业的库存调节会延续至明年上半年。 不过,车用,网通会优于其他应用,尤其车用领域成长相当快速,未来营收表现如同过去,依然只能看大环境变换而定。 而从资金来源来看,股东提供的净值与应付账款占了超过五成,财务结构上述稳健。 这里计算个保守估值,近4G EPS为18.01,讨率近6个月年增率依然强劲,以年增约达三成,加上企业法说认为未来第4G应与第3G营收相去不远, 未来一年预估ROE采用比照近4G的ROE,约28%计算之,并且考虑半导体业长期成长趋势明确。 且明年有望有今年保持持平,预估一年后美股净值依照过往成长水准以约69元代入,计算出来的预估EPS为19.32。 预估本益比采用今年5-10月当时比较恐慌时市场给定当下的本益比约平均6倍,以此当成保守预估下的本益比,计算出来的合理保守股价约为116。 考虑预估ROE因为是采取现阶段较为强近年增率为计算基础,所以在此进行八折折数调整,得出的地板价是在92.7元。 周限级别的收盘前波底出现在2022年10月13号,当时收盘股价为71.5。 老蔡用自己粗浅的经验,希望能用客观的算法来合理带入评分表,得分分数为73,大于70分,所以老蔡觉得现在算是高CP的投资标的。 这边做个总结。 1.第四季营收接近上季,调降全年资本支出一成。 2.专业电子代工服务EMS,成长需求强劲。 3.每年无需大量资本支出用于维持基本竞争力。 4.半导体产业的库存调节明年上半年前有望落底。 5.综合评分表大于70分。 虽然今年整体半导体产业失况不佳,经过一轮大幅下跌,目前台股在巴菲特缺口出现后,有望在此打底完成。 老蔡认为投资应该更严谨去审视投资的价位。 未来我们无法控制,但买进价位是我们可决定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此,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欢迎按赞以及订阅我们。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也可以进入频道观看其他主题哦。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